小朋友想看我们家大门的全景 来 这是我们家大门安好的样子 没有插钥匙的地方 没有电就开不了门 一旦停了电之后就只能去住宾馆 很多人也不理解 为什么家里面会铺这个沥青露面 其实我觉得沥青露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你看他走路的话 所有的车进来我都不画压 而且平稳度 平滑度要比一般的剃砖的也好 是吧 人家说了夏天你这个穿鞋 说的鞋底就没了 不可能 你们说的那种都是比较差的沥青 我同学给我做的一个沥青 我跟你说 不管是从食料来讲 还是从沥青的质量来讲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用担心 你非断我手机干什么没撤 他先你吹了你知道吗 谁对着他 他挠谁 先护手机再拨大腿 太怕吧 他不害怕了 会飞的喵 被叨了也要不害怕 让抱让撸 但是你要是给他玩 我跟你说你要惹他 他一点都不让 一点不吃亏 对一点不吃亏 来来 来来来来 你看立马就来 你看了你看他 你看他 怕不能指 这个猫不能指 一直就生气 一直就生气 连环找还是个 随看垫了两棵树 一会给我送来了 把门口接着一下 应该快掉了 来了来了 是我要的两棵树 你这四六掉了一跌 想要可以吃四六 咱开玩笑 哎呦 好巧你看 正天有了点哈 这树整捋 行 进线了 我来插钱 行 好 现在得刚刚进了第一开始 让小麻花给你去检查去了 你干什么麻花 麻花 讲什么的 什么味 一进干什么 小麻花 小麻花 胖一瘦了钢哥 他里边来了 你过来看 我来那边上去了 你要干什么 哎呀 哈哈哈 我们家这个小麻花刚来的时候特别瘦 那现在是这个样子的长得圆滚滚的 好多人说我们家小猫还没长大就开始发散了 其实人家是个小母猫 有朋友一直很放弃他吃的是什么 小麻花从一开始来 我就给他喂的是这个俩 除了冻干 就这种鸡肉都干净 里面有32%的鲜鸡肉 18%的鲜乳鸽肉 还有9.4%的鸭肉 鲜鸭肉还有三文鱼 每毛两毛增加的营养都有了 所以说这小家伙现在长成这样子 长成大鸭脸了 然后每隔两天到三天 我来了之后呢 再给他加一块罐头 加一个小鸡丝罐 一只完整的鸡的鸡小熊都在里面 营养特别好 每次打开我都忍不住要吃一口 你看啊 这个人都可以吃的 他正在那一边 刚来的时候尾巴上毛就几根 对 一身酱的鲜肉现在 对